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调查,2020年底时,全国平均房价一比前一年高了15%,而大都会地区高达88%,房价曾超过两位数成长。 根据Red Fund Commissioned Survey统计,去年全美房屋成交案件中,有高达六成购物者透过线上看屋成交,市场开始担忧信贷风险、高估值、利率走升等问题会威胁到过度繁荣的房市。 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统计,去年受到疫情冲击影响,约有260万屋主申请房贷偿还延期计划,索性违约比例正在逐渐下降。 相较于2008年次贷风暴,房贷申请已有更严格的筛选制度,金融机构也有更高的资本准备金,去年美国银行平均一级资本适足率高达14%。 房产专家表示,审视过去一年数千笔贷款品之后可以发现,贷款申请批准过程中的错误率正在增加,有大量购物者是以投资为目的而非居住。 若利率持续保持低档,这将使更多投资人进场购物,以资助名义取得较低利率,确行租屋之时。 这群人未来将受到更高利率的惩罚,在承受高利率后,若未能顺利收到租金还贷款,将面临违约的问题。 专家还警告,尽管连准辉表示近期通胀走高仅是为短期现象,然而若通胀大幅飙升,将使房贷利率上升至高个位数,这将对房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 中天中望,正理报道。 中文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